所以我们现在要怎样领受8章28 8章28是我从信主的前两年我就背下来了 但是呢8章28的整个的生命是要怎样领受 我们只要享受这个应许 各位注意听我现在讲的话 你要领会享受8章28节的应许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答案就在十字架了 十字架了8章28跟8章32节要一起看 他岂不爱惜自己的独生的爱子 把他给为我们舍了 岂不将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 所以十字架这个讲的是十字架 各位十字架呢是结合你现在苦楚的感受 和神荣耀的计划 这个两个地方结合在一起 这个就是十字架了 十字架是结合我的那个痛苦的感受 我们很多痛苦 无能 讨厌 那个感受要结合神荣耀的永远的计划 要结合起来就是十字架了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各位我知道刚刚我前面讲的信息 我讲的时候呢 我们当中不是每一个人心里能够阿门的 因为我也在牧养教会的这段期间 有些人说牧师我知道上帝有荣耀的计划 永恒的计划 他要把我带到天家给我冠冕 但是我现在只是一个母亲 我看到我的孩子学坏的时候 我很难过 所以主啊祷告求你改变我的孩子 我是一个母亲 当然我知道有荣耀的计划 但是我现在这个切身实在的问题 我们学生们 当然我们知道荣神一人来读书 但是我现在是一个学生 这次的考试对我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对不对 我们人性是有这个部分的 我们人性 我当然知道我愿意要 主耶稣是我永远的丈夫 我愿意 但是我现在单身 我有这个需要 我有这个孤单 真的需要一个配偶 所以我们里面有喜怒哀乐 所以我们人在这个感受 我们很容易误解 甚至是很属灵的人 我们属灵的人有时候 在那个病痛啦 缺乏啦 什么啦 主啊 我知道荣神一人 但是我现在我不能过这关 我现在这个东西对我实在是很重要 在这个时刻很影响我 对不对 主顾念吗 主顾念了 那你说他顾念 你的顾念在哪里 所以主说 我不是在天上赦免你们的罪 我是倒成肉身下来 倒成成为肉身 跟你们在一起 身在马朝 最肮脏的跟罪人在一起 然后为罪人钉在十字架上 牺牲了用这个肉身这样死 所以教你们能够被接触到 被触摸 对不对 教你知道 教你知道 教你知道在你的苦里面有更大的苦 在你的苦里面有更严重的苦难 对不对 这个是主为了要relate to us 对不对 所以他倒成肉跟我们讲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现在我们说 我们知道神荣耀的计划 永远的计划 要荣耀成圣我们 给我们冠冕 我们知道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现在如果我们有苦难 我们有苦楚 各位不要只有留在你因你的苦楚来痛苦 因为主顾念那个痛苦 而且主要借着你的喜怒哀乐 各位你们知道吗 圣徒的喜怒哀乐是祷告来的 你不要只有苦 把你的苦成为祷告 以色列人在他们的痛苦呼求神的时候 神聆听他们 哈拿在他的忧伤的时候 他呼求神的时候 上帝聆听他 有没有 圣经每次有这些部分的 所以我们讲属灵的东西的时候 各位你一定要知道 属灵里面有属肉的 但是你在你属肉的那个问题里面 你挣扎痛苦里面 你不要只有挣扎痛苦 因为有应许 你要把你的痛苦挣扎成为呼求 成为祷告 成为主啊 我要怎么顺服你 告诉我 顺服这个地方 主顾念这个 所以十字架是要告诉你 结合你的现在肉身 跟属灵永远的东西 结合在一起 他拯救你的整个的灵魂 担保了你永恒的时光 但是也今生的问题 难处苦楚 他顾念 所以我们每位弟兄姐妹 现在 如果你得到病痛 上帝怜悯吗 上帝怜悯 上帝不会说 这次病痛 很快你死了能够见我 上帝不会就这样讲而已 对不对 你在你的病痛当中呼求我 我在你的病痛当中 我们会成就更伟大的事 不要靠自己 我会成就更伟大的事 你想象不到的 阿们吗 这个叫十字架了 这个叫十字架了 我们哪一个人能够这样认识十字架 是有福的 我祷告了很久 我心里面 想过很多的经历之后 这个是今天 其实可以说 今天的信息最重要的部分 经过十字架